試完這個顏色給大家看 剛才忘了說這件衣服也有少少彈性 這個始終是針織料 也有一個伸延度 這個都是軟身一點都不刺的 薄身的針織料 是夏天的布料 我現在就襯了一個短的裙褲 短的裙褲 因為這個款式的褲袋也比較深 還有 剛才我所建議的一個半截裙 都是一個大家如果擔心動動的時候會走光的 裙是最穩定的一個選擇 我們配襯的時候 我也有襯 我忘了襯了什麼 我記得我有襯這個 我有襯這個黃牌的西褲 還有近這兩年 這兩年韓國的下身款 都是以中高腰為主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雙連的 你沒理由那件衣服越來越短 但是你的褲越來越低 不會的 通常都是雙連的 所以可能版型比較短 你可以展示到一個比較漂亮的比例 你可以穿一些中高腰的褲 令到比例修飾得更加漂亮 這也是一個雙連的關係 我現在就襯了短裙褲給大家看 都是以同一個色彩配搭 這個是比較清新的 黃色紫色配搭 我也是比較少入手的 特別一點的顏色彩配搭 都是蠻特別的 我襯了一些顏色 我襯的部分 我的肩膀位也有一點點打雜 一點點熟 所以還未去到很隨意的T款 也有它們的細緻位 加上顏色配搭非常豐富 所以下身搭配很多都不可以搭配 下身就不太建議搭配睡花 pattern 或者有pattern的下身款 選擇正式穩妥一點 如果真的喜歡搭配裙 搭配A-Line的半折裙 那已經有好目的看